大家好,我是疯子,山峰的疯 从这期开始我要制作一个系列视频 详细的聊一聊关于亮剑的这个话题 2005年由李又斌、彭雷等人主演的 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亮剑》 在央视已经播出,便大获好评 并且创造了超高的收视率 当时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一些部队的老干部们都等不及电视台的播放速度 派警委员到黑市上去买盗版光盘回来 急不可耐着把全剧看完 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扎心的事实 那就是这个电视剧其实是原著的阉割版 原著亮剑一共分为43张 而电视剧亮剑只拍到了原著的第25张 后面的18张内容可谓只字未提 我做这个系列视频的目的呢 就是想通过我的讲述 把这后一半的内容鼓上 让你领略一个完整版的亮剑 当然,如果您能去直接阅读原著 去体会这部优秀作品的魅力也是很棒的 电视剧亮剑对原著的内容不仅做了大量的修改 还增加了很多内容 比如说在电视剧一开始的时候 李云龙的新衣团在突围时正面击溃板田连队的故事情节 是原著中所没有的 而且原著中也没有正伟赵刚救下了和尚 也就是魏大勇的故事情节 以及段鹏和魏大勇成了铁哥们 并且同为李云龙的警卫员 这些故事情节都没有 在书中魏大勇和段鹏这俩人就没见过面 段鹏呢也是后来由丁伟发现 并极力推荐给李云龙 后者才知道有段鹏这么个人才的 并且段鹏这个角色呢 在后面的十八章里也有大量的非常感人的戏份 接下来我将以人物为线索 按时间线顺序 对剧中的每个人的最终结局逐一进行介绍 首先说田羽的父母 就是田墨轩和沈丹红这对老夫妻 他们住在苏州城 两个人都是江南望族出身 又是燕京大学的同学 彼此非常相爱 二人对当时的国共两党均无好感 并且常常在报纸上撰写文章 公开发表自己的一些犀利观点 不难看出这是一对正直清高有才儒雅的学者型夫妇 而且敢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绝不屈言覆试 在那个年代 类似于这样的才子夫妇很多呀 比如说傅雷夫妇 梁思成夫妇 刘寿松夫妇等等 新农国成立之后呢 田墨轩就成了政协委员 但是老人家也一直没改脾气 常常说一些党不爱听的话 比如说他认为 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 也正是这段话启发了丁伟 后来丁伟在军事学院的这个毕业论文的内容 就是抛开意识形态 而单纯的论国土防御 目标直指当时的苏联 也正是这个论文为丁伟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这是后话 我们继续说田墨轩夫妇 田墨轩从第一眼看见李立龙呢 便不喜欢自己这个大老粗的女婿 只是由于女儿的坚持 才无奈的认可了这门婚事 但是他和这位英雄女婿的关系从来就没有融洽过 反右运动一起 田墨轩夫妇双双被定为极右分子 被送往北大荒的新凯湖 劳改农场劳教 我简单的解释一下什么叫反右运动 反右运动是中共在1957年 发起的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 它的前身是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主要是中共党内的运动 而反右运动则是给党内外大量的人员 划定了右派的身份 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就是毛泽东 在反右运动中 全国共有55万3千人被直接化为右派分子 这里面就包括了后来很多为我们所熟知的名字 比如说后来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也是那个时候的右派 在当时那个知识分子本就稀缺的年代 如此多的中高级知识分子 当然也包括党员干部 被抓被下放被判刑 部分人含冤自杀被处决或者受折磨而死 这对此后的中国各方面的发展 均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我个人认为 反右运动与其后紧接着发生的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以及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有着非常重要的英国关系 这个星凯湖农场是位于星凯湖的北岸 是一个位于中国黑龙江省中俄边界的农场 始建于1955年并于1967年解散 像什么丁玲啊 吴祖光啊 李锐啊 等等很多名人都在这个农场改造过 当然星凯湖它是一个总称 它里面有很多的分场 进入星凯湖农场不久呢 沈丹红就给女儿写了一封信 说是信 但几乎等同于绝笔 他在信中呢 说要和女儿划清界限 当然在那个年代 夫妻间 父子间 用划清界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 是常有的事 老太太的这封信给田宇的感觉 无疑是十分震撼的 信不长 我给大家念其中一段 老太太是这么写的啊 三月份的土地还动得像岩石一样坚硬 得用钢签和重磅铁锤打东方 大家都干得很起劲 我们女队的人全是知识分子 肩不能挑 手不能提 生活上养尊处优惯了 刚来时 大家面对艰苦的生活和严酷的自然环境 都感到无所适从 觉得前途渺茫 政府的监管人员 发现了我们的思想很悲观 便及时组织大家学习 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敦促杜一鸣投降书 大家经过讨论 眼前豁然开朗 尤其是毛主席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使得大家感触颇深 时至今日 一切空话不必说了 还是做件切实的工作 借以立功自赎为好 免得逃难 免得为人民所唾弃 读到此时 大家都感动的哭了 我也泣不成声 这句话真说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 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浑身沾满了旧社会的污泥 政府对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做的真是人之意尽 给我们优厚的生活待遇 给我们充分的民主 给我们的工作 创造各种良好的环境 可我们反而恩将仇报 借着共产党整风 向党猖狂进攻 现在想想 我们的确罪孽深重 寝南山之竹 输罪未穷 绝东海之波 流恶难尽 现在党为了挽救我们 对我们进行劳动改造 生活上给予出路 这么宽大的政策 除了共产党哪里会有 我们的感激之情 无法用言语表达 只能流着泪高呼 共产党暗岁 我们决心用劳动的汗水 洗刷自己的罪恶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争取早日栽去右派的帽子 重新回到人民的行列 田宇看罢这封信之后 浑身颤抖泪如泳泉 我认为真正震撼到她的 倒还不是母亲 要和她划清界限 因为以田宇的聪明 她应该能够想到 这其实不是妈妈的本意 老人家只是怕连累了亲人 才不得已而为之 而是她觉得像这种 狗屁不通的文字 竟然出自她的那个 出身名门 又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和燕京大学的 思想独立的和不畏权贵的母亲职守 田宇忽然觉得自己一下子不认识母亲了 她觉得自己的母亲不仅丧失了自尊 连文笔也变得像稚嫩的中学生作文了 在这封信之后 书中对沈丹宏这个人物 再也没有直接的描写 只是在多年以后 当李云龙感到自己即将大难临头的时候 她向老战友孔杰交代后事 让对方代自己 照顾自己的这位岳母 因为星凯湖农场呢 是位于东北的中俄边境 当时的孔杰呢 正是那一带房区的军事长官 至于沈丹宏是否等到了孔杰呢 书中没提 按逻辑说 我认为是没有 因为沈丹宏呢 就是个江南大小姐 肩不能担 手不能提 养尊处优 温文尔雅 这种人在东北劳改农场 这种恶劣的环境里 要想活下来是很难的 要知道星凯湖农场所处的位置 已经靠近西伯利亚圈了 那叫北大荒啊 自古呢 就是流放犯人的苦寒之地 多少大男人在那里都活不了 更何况一个柔弱的 一辈子没从事过 重体力劳动的六旬江南老狱 另外请注意这封信的时间 它是1958年3月10号写的 紧接着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 她的丈夫田莫轩 就是在那期间被活活饿死的 所以我认为老太太 应该是等不到孔杰去找到她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田莫轩老先生 田老先生至死也没有给女儿写过一封信 留下过哪怕半句遗言 而田羽也没有到农场去看望过父亲 那田羽又是怎么知道父亲最后的那段时光呢 这个事还要从一个叫做老K的人说起 有一天田羽呢 在自家的门口发现了一个陌生人 此人不仅准确的叫出了田羽的名字 还提出要和他单独谈一谈 那田羽就把他带到了自家的这个客厅里 这个人就是老K 他说我是一个刑事犯 跟令尊在同一个劳改队 然后他开门见山的说 令尊已经在一个月之前去世了 之后呢 他就讲述了田莫轩在农场的那段 最后的日子的情况 这个老K呢 就是一个小偷按照管教干部的话说呢 就是个人渣 可是书中却有一段 以这个人渣的视角来看待 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描述 很值得玩味 我给大家念其中的一小段 在那种地方 文化人屁用没有 一个个细皮嫩肉 戴个眼镜 干起活来架手架脚的 连个娘们都不如 这还不算 数他妈的右派对事多 别看干活不行 打小报告的可不少 还特别爱写思想汇报 一写就是二十多张纸 把自己骂得连王八蛋都侮辱 开启批判会来 一个比一个鸡鸡 打个比方 好比一群狼关在笼子里 饿着 大家都硬撑着 看谁先饿趴下 只要有一个撑不住趴下了 一群狼就都扑上去 把那条先饿趴下的狼吃了 所以我们形式犯看不起这些右派 咱偷东西还讲个道义有道 还讲点江湖义气 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上 啥规矩都不讲了 竟想摘清自己 把事情往别人头上推 灾年来了 劳改队的粮食 定量一减再减 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 就是带皮的粮食 右派们也不敢喊恶 谁要说一个恶字 立马就有人打小报告 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 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 党和人民宽大的咱们 给咱们粮食吃 你还喊恶 你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 这不是向党猖狂反扑吗 你瞧瞧 这点屁事就能说出这么多道道 要不怎么叫文化人呢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再想一想 沈丹红在给女儿的那封信里 把自己贬得毫无人格的样子 可见老太太当时所处的环境 是多么的残酷和恶劣 也可见人性是多么的复杂和不可直视 然后这个老K就继续说 说右派队200多好人 拒不低头认罪的 一共就只有五个 你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老爷子一直到死 对管教干部就是三步 不承认有罪 不改变观点 不落井下石 老K说你们老爷子 虽然是个知识分子 但是这把骨头 连我这种形式犯都佩服 可见同样是读书人 真正世道临头 考验的不是学问 而是人性 当然像田墨轩这种硬骨头 也是被重点挽救的对象 那怎么挽救呢 首先大小会批判 观小号 干重活 挨打 这是家常便饭 但是田先生自始至终 没有说过一句软话 当时的劳改犯们 最害怕的劳动 就是冬天去挖洞方 北大荒的冬天 零下三四十度 地面冻得跟石头一样硬 一搞下去就是个白点 根本打不动 得用钢签和十八磅 打铁锤打眼 护大锤是个技术活 得护圆了打 一旦打偏了 扶钢签的那位 就是个古断金蛇 甚至性命不保 因此谁也不敢去干这种扶钢签的活 结果的这个光荣的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田先生这种死不改悔的大右派的身上 没想到这位田先生呢 还是个死心眼 干活不惜力气 别人干活是偷奸耍滑 出工不出力 但田先生不这样 不仅干的是最危险的活 而且是一点都不偷懒 结果用老K的话说呢 老先生命大 只是把手给砸断了 简单包扎一下 接着给人家继续扶钢签 当时的粮食啊 根本就不够吃 这些人干的又都是重体力劳动 很多人在上工的路上 走着走着就倒下了 倒下了就再也没有起来 这个老K有一次也倒下了 迷流之际 老K觉得自己恐怕是不行了 可是还没有想到 有一个人把一块窝头放到他的嘴里 他就这么捡回了一条命 醒来一看呢 救他的这个人就是田先生 田先生不仅救了他的命 还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来看待 这使得老K非常感动 因为这个老K呢 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人物 管教不是说了吗 他就是个人渣 从小到大就没人拿他当人看过 而田先生这么大的一个知识分子 却能对老K平等相待 这相当于是赋予了他人格 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 老K就拿田先生当自己的长辈那么看待 而且暗中保护田先生 我觉得这段故事和悲惨世界里的 让让被米利亚大主教的伟大人格所打动 并且获得了灵魂上的救赎的故事 由一曲同工之标 得到平等和尊重 往往是一个人开始建立正常人格的第一步 当进入冬天 农场就开始大量的饿死人了 最多的时候一天能饿死十几个 埋都埋不过来 地动成那个样子 挖一个坑得四个人干一整天 挖好了坑把死人埋了 活人也就累得快要死了 开始还能给死人定一口薄薄的棺材 后来干脆就是草席一卷 再到后来连草席都供应不上了 就光身子埋 批斗会也没劲开了 处处都得节省体力 那个时候你干活如果要是不偷奸耍滑 结果只能把自己活活累死 比如说像老K这种人 他要是干不动了 就往地上一躺 去装昏死 管教来了踢他两脚 他也不当回事 用他的话说 要脸干嘛呀 人都快饿死了 脸跟屁股也就没区别了 可是田先生不这样 你要是让他 就是让田先生 装死狗比杀了才都难受 老头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认真 开始没有人愿意干扶钢签的活 他就去扶钢签 后来粮食一减呢 就没有人再愿意去抡大锤了 因为那个体力消耗太大 然后田先生又被派去抡大锤 再加上田先生的这个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最后终于是撑不住了 他的脚肿的连鞋都穿不上 俗话说男怕穿靴 女怕戴帽 人一旦到了这个时候 基本上也就时日无多了 京剧大艺术家马连梁先生 在文革中也是深受迫害 最后呢 那段时间也是脚肿的 连鞋都穿不进去 不久之后呢 就在食堂里 一边跟这个张君丘先生说话 一边就一命归息了 这个老K是个有经验的人 他看到田先生这个状态 也知道老爷子恐怕是够呛了 然后就问他说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什么事要我办 我一定帮你办到 田先生说 你的好意我领了 我没什么事 人从哪来到哪去都有定数 田先生还说了一句 生者如过客 死者违归人 这句诗是出自李白的《尼古十二手》 老头说我死以后啊 你把我的棉衣棉裤和被子都拿走 你给我留个裤衩背心就行 反正死了也不怕冷 咱别糟紧东西 这个老K就主动问他说 你总得给你女儿留几句话吧 我估计他们平时聊天呢 反正老K就得知 老连口有这么个独生女儿 所以就问他说 是不是要给你的女儿留句话 他说你放心 我一定把话带到 老先生说算了吧 就别连累孩子了 田先生就这样一觉睡过去 再也没有醒来 然后老K就带着几个要好的哥们 干了一整天 才刨了一个一米多深的坑 他也没有拿走田先生的棉衣棉裤和被子 田老先生最终是穿的整整齐齐 盖着棉被下葬的 这也叫道义有道啊 到此呢我想说两句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话题 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呢 是中共对发生在1959年到1961年 这段期间的中国境内的大饥荒的官方说法 有学者呢将1958年和1962年也算了进去 这场大饥荒直接造成饿死3600万以上人口的结果 刘少奇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 在提到关于这场灾难的时候呢 提出了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 而事实上天灾的成分连三分都没有 一些学者运用中国官方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 以及自然灾害记录 对这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说中国在1959年到1961年之间 根本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 属于正常年景 要知道自然灾害这个东西呢 它是分级别的 比如说干旱 洪涝 台风 重灾 冻灾 地震 海啸 等等等等 小的灾害 每年都有 但是低级别的灾害 是不可能造成粮食长时间和大面积减产的 而且我给大家展示一组数据 请大家注意1958年1959年和1960年 这三个年份的中国粮食出口额 中国在这三年里的粮食出口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较之以往 还创了历史新高 因此哪来的什么自然灾害啊 那没有自然灾害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大灾难呢 这个话题非常宏大 为了不冲淡主题 我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讲 杨继生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墓碑 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找来看一看 用惨绝人寰和人间地狱这些词汇 来形容那几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事情 丝毫不为过 而我认为我们应该思考的就是 它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本期的视频讲述就到这里 我在下期视频里将详细讲述 近西北铁三角之一丁伟 以及与李云龙有着过命交情的铁哥们赵刚二人的最终结局 请关注我的节目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 我们下期视频